这杯子里是能让女人流产的茶水 为了让怀孕的正规人喝下 终点娘娘自己先端起来喝了一口 正规人见状也缓缓地端起杯子 终点万分期待她喝下去 可没想到正规人又放下了 终点说道 看来是我德行不足 才让姐妹们怀疑 一旁的其他妃子也帮终点打圆场 正规人这才喝下 没过多久 正规人真的流产了 王上知道后怒不可遏 让彻查此事 内医院的衣冠医女全被带走 终点的母亲忧心忡忡 可深得王上宠心的终点却说 很快王上这边查出一条线索 终点的哥哥曾经找过一个医女 调制了一种特质的茶 可能会造成流产 王上要把医女抓来 可终点下手更快 让哥哥将医女灭口了 王上虽然没了证据 但对终点的怀疑已经开始 于是他去了趟中宫殿 他说终点变了 可终点却说变的是王上 以前王上只爱自己一个人 现在却三妻四妾 他无法忍受王上抱着其他女人 终点善斗的性格暴露无遗 王上抱着最后的希望 想问终点正规人的事 是不是他干的 可还没等他开口 终点便将矛头对准大妃娘娘 终点的这种信口开河 随意诬陷 让王上暴怒 可终点依然没有悔过 继续和王上争吵 王上终于忍无可忍 他警告终点 想要保住终点之位 就老老实实 终点此刻才感觉到危机 立马扯住王上的衣服 边哭边祈求王上不要抛弃自己 王上变得于心不忍 但还是转身出门 母亲进来告诉终点 王上走了 终点一秒变脸 让母亲去问问 今晚王上去谁的庆宫 他要把这些女人全致死 母亲劝他算了 可终点自信地说道 殿下确实不会抛弃他 但婆婆大飞娘娘就不一定了 出宫休养的大飞 回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让王上不要再插手正贵人的事 由他全权负责 王上自知自己处理的不好 只能同意 大飞立马让人暗中调查 可此刻终点又怀孕了 他变得更加嚣张 并且把下一个打击目标 放在了婆婆最喜欢的飞子 引树仪身上 他得意的去找王上 还为消气的王上 特地让内官拦下他 并命令他回去 可终点竟直接闯进王殿 怒斥王上为啥不贴章 终点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 王上气得嘴唇打颤 直言要让人将终点拖出去 终点摸了一下肚子 再次展示了自己的癫狂 王上被气得摔门而出 终点也突然一阵腹痛 他流产了 这让终点变得更加敏感和疯狂 在得知王上今晚离境引树以后 终点竟然直接冲了过去